狐狸猫今天自己做了三明治当早餐 来到学校后 看到小树蛙和麦麦 便从包包中拿出早餐得意地说 我今天参考网路上的食谱 做了三明治 看起来很好吃吧 麦麦看着狐狸猫的三明治说 看起来好好吃 你是怎么做的 狐狸猫说 将两片方形吐司 一片火腿 和一片起丝 一层一层堆叠好 然后再对切就完成了 小树蛙说 你们知道吗 其实化学反应室 也和三明治的做法一样 可以像这样的配方来表示哦 化学反应室 用来描述在化学反应中 参与的物质种类 数量关系 以及反应发生 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 三明治的原料 吐司 火腿和起丝 便是参与化学反应的物质 而做一份三明治 需要的材料数量 便是数量关系 切开三明治 需要用到的菜刀与室温 即使反应发生 需要的环境与条件 小树蛙 麦麦跟狐狸猫 站到黑板前 它们想知道 如何将化学反应 以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呈现 于是决定用双氧水 制氧的反应来练习 狐狸猫说 二氧化猛是反应物 也要被写进反应室才对 麦麦说 二氧化猛是催化剂 不用被写进反应室 狐狸猫不甘示弱地说 麦麦的反应室没有平衡 所以麦麦答案是错的 小树蛙说 别吵了 你们的反应室都不正确 先来想一想 双氧水加二氧化猛 会产生氧气的化学反应中 哪个是反应物 哪个是生成物吧 麦麦说对了 二氧化猛是催化剂 不是反应物 接下来我们要先知道 如何用正确的化学式 来表示反应物与生成物 这是双氧水加二氧化猛后 产生氧气的化学反应式 键号表示反应的进行方向 键号左边的是反应物 右边是生成物 因此可以推论出来 双氧水是反应物会在左边 生成的氧气和水 是生成物放在右边 大家答对了吗 而狐狸猫刚刚说的 有一点是对的 化学反应标示完反应物和产物之后 要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使反应前后各种原子数量保持相等 要平衡化学反应式 例如这个化学反应式 反应前 反应物本来有两个氧 反应结束后 却变成三个氧 这就不符合之前学的质量守恒定律 狐狸猫惊讶地回答 真的耶 那我要怎么办呢 小树娃说不用担心 化学反应的发生 其实只是将原子重新排列组合 原子本身的种类与数量 并不会发生变化 而且化学反应式 必须根据反应的事实来书写 譬如双氧水分解 不会产生氢气和氧气 看起来好像是平衡的 但却是不存在的 所以需要让反应式 左右的同种原子数目相等 因此 我们要将每个原子的数目标出来 并使反应前后同种原子总数相等 接着就可以写上细数 这样就符合质量守恒定律了 以这个反应为例 反应前应该是两个过氧化氢 氢原子数是2乘以2等于4个 氧原子数也是2乘以2等于4个 所以反应后应该是两个水 氢原子仍然是4个 而氧原子一共是2乘以1 加1乘以2也是4个 小树娃说 这个实验使用双氧水的分解 来取得氧气 以二氧化猛当作催化剂 用排水集气法 搜集氧气到广口瓶里 一般化学反应式里的符号 都是画在中间的键号上 但事实上 我们还有一种符号 是画在分子式旁边的 分成向上的键号和向下的键号 分别代表气体生成和沉淀产生 像是这个反应式 双氧水分解后产生氧气 我们就会写成这样的反应式 小树娃继续说 像是小苏打加热 会产生二氧化碳的化学反应 为了表示加热 会在反应方向键号上方 加上代表加热的三角形符号 另外 由于气体会溢散 所以在反应方程式里 会用向上的键号注明 因此 小苏打加热后产生的生成物 可以在反应式的二氧化碳旁 标示一个向上的键号 代表气体生成 狐狸猫点点头说 气体可以用向上的键号表示 那沉淀是不是像你刚刚说的 在旁边标向下的键号就好 小树娃说 没错 我们可以用这个碳酸钠 和氯化钙混合的实验来说明 两者混合之后 产生氯化钠和碳酸钙 其中碳酸钙是白色沉淀物 因此 我们可以在生成物碳酸钙那里 挖一个向下的键号 代表沉淀 小树娃问 你可以写出这个反应的化学反应式吗 狐狸猫说 我会 首先在键号两边 用化学式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 接着 要把两边的系数均衡一下 变成这样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化学反应式 可以表达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种类 与反应时各物质之间的数量关系 并以中间的键号表示反应方向 根据事实 写出反应物与生成物 各反应物与各生成物之间 用加号连接 独作和 在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 用键号连接 独作生成 加上适当的系数 平衡化学反应式 并标上必要的条件与符号 除了用键号标示该物质的状态外 如果要追求更精准的表示 在化学反应式右侧 可以用下标的字母缩写 呈现该物质的状态 在这个反应式里 括号S 括号G 括号L 括号AQ 各自代表什么意思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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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